独解放军怕美军 菲律宾准备更激烈的对抗 特批在仁爱礁建永久型建筑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 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就判断 中非南海的争端 根本就不可能引发什么世界大战 甚至距离发生军事冲突 仍然有一段距离 但是这几天观察下来 我们还是发现了菲律宾人思维方式的一些风险点 也就是继续引入域外力量对抗中国 独解放军害怕美军 所以他们要继续挑衅 并且拿出了在仁爱礁建设永久性基地的打算 这也预示了中非很有可能在南海面临一次大规模的对撞 对此我们一定要预做准备 我们先来看一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说法 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 南海紧张局势有争无减 中国对亚洲邻国构成真正的挑战 他甚至说 在过去几个月或者是过去几年里 紧张局势有争无减 我们与日本结成的联盟有助于我们更紧密的合作 我们必须做出更多此类安排 这也预示着 菲律宾除了加强与美军的合作以外 还打算引入日本等域外的其他力量 我们要注意一点 中国最反感的就是南海区域国家 引入域外力量对抗中国 我们也必然会对这样的行径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此前菲律宾武装部的西部司令部司令 卡洛斯表示 菲律宾军方预计 中国将采取更多胁迫行动 而不是武装攻击 以避免引发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所做出的反应 该条约要求华盛顿和马尼拉 在发生袭击时相互援助 你没看错 中国采取相对克制的反制手段 被菲律宾看成是解放军害怕美军 所以才不敢采取升级军事行动的手段 卡洛斯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水泡之后 我们预计还会撞击 我们希望他们试图登上我们的船 这是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做的事情 他普通说 菲律宾武装部队已经进行了兵级推演和其他演习 评估中国如何升级其针对菲律宾控制的灰色地带的运动 菲律宾军方正在集思广益 我们对此进行了兵级推演 我们已经为将要发生的任何冲突事件做好了准备 前几天菲律宾议会拨款179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2024年在仁爱礁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 中国此前曾宣布坚决反对在仁爱礁上建造任何永久性的避难所 从外交层面看 菲律宾对中国的敌意正在接近临界点 菲律宾召见中国大使抗议 并打算宣布中国驻飞大使是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我们整体观察菲律宾在中非南海争端上的表现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 菲律宾认定中非之间的对抗会限定在海警层面 主要原因是解放军害怕美军 这也让他们有恃无恐地不断进行调军 第二 菲律宾政府坚定地通过引进预外力量来对抗中国 这种做法在东盟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引入预外力量对抗身边的强大邻居 这就是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所走的道路 坚持抱西方大腿 让菲律宾林草城陷入了我很重要的角色之中 这是菲律宾驻美大使 说出中非争端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罪及化的根本原因 第三 菲律宾想在仁爱礁建设永久性建筑是玩真的 其率先破坏南海行为准则成为了大概率事件 拒绝菲律宾在仁爱礁加护其坐摊的破船 是我们的底线 现在可以看出来 菲律宾根本就无视南海行为准则的限制 这也预示了中国的克制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虽然我们希望南海和平稳定 也期望通过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来破解美国的离岸制衡 但是菲律宾已经走上了抱西方大腿 或者说是引进预外力量对抗中国的道路 这也决定了我们不得不选择使用武力或权力 对菲律宾展开痛击 进而达到维护南海行为准则的目的 可以说在这方面留给菲律宾蹦跆的任务不会太长了